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国好朋友陈老师 你们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下个月又要去访问美国了 这一下就把我们中国又惹生气了 网络上的很多小粉红又是生气气 又到处在骂到处在叫 你说你们台湾人怎么这么伤害 我们小粉红的感情呢 而且还不只是小粉红 不仅是民间 包括中国的官方甚至是军方 都撂下了狠话了 你台湾总统敢去 当然不是叫总统 是什么 你台湾当局敢去访问美国 我们解放军已经做好备战了 怕不怕就问你怕不怕 拭目以待懂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 像是这个新闻的标题说什么 台湾不顾两爱一家亲 好暂且就是两爱一家亲 然后又说什么 蔡英文串访美国 解放军已经做好备战 解放军哪一次没有做好备战呢 上一次什么佩洛西访台也说 你敢来我就敢打 美国军机飞进来我就敢击落 什么让美国台湾做好准备 我们拭目以待 结果媒体记者 全世界的记者都跑去台湾的机场 去拍摄了那个画面 以为真的有带了一些什么惊喜 结果也是打到嘴炮而已 同时也有很多小冯非常的自信 说蔡英文应该是不敢去的 这次解放军都做好了备战 就从我出生开始 每次遇到台海危机的时候 两岸关系发生摩擦的时候 那个解放军不天天都在家打飞机吗 天天在家打炮啊 天天搞那个射击什么 最近现在更嚣张了嘛 开始往海里射了 前阵子我们不是知道 有那个什么 那个炸海行动是吧 把那个台海的那周边的海域的 把那些海洋生物啊 那些鱼儿都炸飞了 都炸死了 台独没有炸到啊 把这些无辜的海洋生物的给炸到了 其实我看来啊 不管是现在 哪怕是未来啊 都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一样的剧情重复的上演 演给自己人看 演给小粉红 演给韭菜人况 灾民们去看 都是一样的 历史总是那么相似嘛 这句话听过吧 但是小粉红可不这么认为啊 他认为这一次不一样了啊 他认为这个性质不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网友怎么去解释啊 有小粉红说啊 有人说上次佩洛西 不是这个口音 有人说上次佩洛西来 我们没打 是因为上次国内忙着防疫 人民健康永远是第一 所以那次台湾才幸免云难 但这次性质不一样了 蔡英文并不是访问美国 而是串访 串访意思就是 没经过中国中央同意的行为 是得不到两岸中国人认同的 其实新闻上也说了 很多台湾人都反对 最终蔡英文违背民意的下场 是很难堪的 我真不知道到底是谁难堪 你看上次说打也没敢打 最终那个局面非常尴尬的 你们小粉哭的哭 闹的闹啊 还有摔椅子的 还有那个眼泪一把 鼻涕一把 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吧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 你们现在又不承认 真不知道最后 到底是谁的下场 很难堪很尴尬 哎 我要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分子头目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窜美 坚决反对 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从台独分裂分子 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那大家最近也知道 中国墙内呢 在召开两会 中国的两会 甚至上面还有一个台湾省代表 很形式的啊 每个省都有代表 我们就不说台湾了嘛 我们就说中国各省 我们就当他是人民的代表 每个省都有 那些代表呢 都是在那边办公的 在那边工作的 在那边执政的 对吧 你这么说还说的过去啊 代表那个省的 我们就不去追究 中国真的是不是代表人民的新生 但是台湾代表都没去过台湾 台湾是政治独立的实体嘛 你不可能去那边工作 对吧 但是中国的就是这么不要脸啊 就是这么的自欺欺人 他们还搞了一个台湾省人大代表 搞了很多年了 搞得那个有模有样的 但是那个口音呢 一听就是中国大陆自己人 你说人民代表 就是代表台湾人民的新生 你在那边去工作执政过 你是那边的官员 你才能代表那边的生意嘛 台湾代表那就更奇葩了 你都没去过台湾 讲了一股那个大陆口音的 也不知道在福建工作 还是在北京工作 甚至我上次还看到一个 讲了东北口音的 他也是台湾省人大代表 就是我现在说的 就是东北口音 你说这帮玩意 这是真的脸皮够厚啊 真的吗 就是撒泡尿的 也不照照镜子 自己是谁 还把自己争当台湾人了 你最少也像陈老师一样 你花点时间去学一下 台湾这样不是OK的吗 也不是很难的 超简单的 对不对 真不知道这帮人 真的是天天演戏给谁 看还说台湾人都在演 还说陈老师也是演 甚至说我是演员 还有人说我是什么台独艺人 在下面留言说 要抵制台独艺人 我也没有出道 我也没有拍戏过 我就拍个YouTube 我什么时候成为艺人 你们真的把我看得很高大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台湾的人大代表的这个发言 蔡英文民进党当局 一步一步的出台各种的法律 去限制两岸的交流 到最后 你这个疫情的这个理由 干脆就把这两岸的交流 基本上就是完全就卡断了 他自己甘心当这个美国的走足 其实我是觉得跟台湾的朋友们 在这个微信上交流上 大家都真的是急得要命 从老百姓来讲 大家都很多是希望交流 非常希望交流 两岸交流的大趋势是不能改的 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标题 你都觉得很奇葩 当然他还是说台湾省全国人大代表周琪 他说蔡英文为了当美国狗 阻碍中国台湾人交流 你说台湾人就台湾人吗 还非得叫中国台湾人 叫的这么傲口 我这个读起来都很很很奇怪 你中国人会这么奇怪的说 我是中国安徽人 不会吧 譬如说你去广东打工了 你见到一个当地的人 他问你是哪里人 你说我是中国湖南人 台湾人你会这么说吗 你去台北工作 你是高雄人 你会说我是台湾高雄人 会这样吗 不会吧 很奇怪 甚至像小冯应该准确来说 应该是这样说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高雄人 这很白痴吧 对吧 如果台湾真的是你中国的 你就不会加什么 玩这些文字游戏 你看话又说回来了 又是文字游戏 就这帮玩意啊 就是对面那帮人啊 就他妈喜欢玩文字游戏 但每天都玩文字游戏 就是自己在那边一赢 看到这个文字啊 搞得所有十字眼都相信了 所以他们也真的 我不得不佩服啊 这个文字游戏玩得真的 把我们这个中华文化 这个博大金针呢 玩得非常的深透 然后这个台湾人大代表 发言了之后呢 小冯在下面很自信的留言说 听了台湾省代表的发言 真心觉得他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台湾人民 代表台湾人民最真实的心声 希望祖国统一 马上到来 他说真心觉得 那个代表说的每句话都是代表台湾人民心声的 我真心觉得你就是个傻子 我真心觉得你被洗脑太深 执迷不悟走火入魔 还说什么希望祖国统一马上到来 但确实我也觉得是希望 但我觉得很可能是无望 所以与其说是希望 我觉得倒不是说是痴心妄想 那还有其他的小冯说 台湾省代表说的句句都是两岸中国人的心声 也代表了台湾最真实的民意 那些被民进党独裁集团洗脑的人 醒醒吧 到底是谁要醒醒的 你看他这边的用词说什么 民进党独裁集团 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独裁了吗 请问民进党是不是不准备下台了吗 什么时候独裁了 民进党有独裁过吗 以目前的这些台独分子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民进党什么时候实行过独裁统治 难道民进党是把那些什么 中国国民党 清明党 还有什么台湾的有很多党 都把他们赶跑了吗 就像中国共产党一样 在宪法里面就写了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党 其他的党只能参与 只能进来聊聊天 你不能执政 这个叫独裁 你说你这些小粉红 就是自己就是睡着了 你还说让别人醒一醒吧 自己国家独裁 你非得说别人是独裁的 还说什么民进党独裁 是独裁集团 这个搞笑 所以其实这帮小粉也不是傻子 他天天看到国外的这些东西 关于评价共产党的 他也学会了 因为我们像这个独裁这个词 就是我们说共产党独裁 你看他也学会了 不然他们不懂这些词 所以他们也学会了这些用语用词来反击别人 但是你反击别人 至少要讲究实际的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些墙内的小粉 学会了 我们骂那个共产党 他骂台湾的民进党 也是共产党 说他是绿色共产党 叫绿共 也应该有听说过吧 但是你既然这么说 这样骂民进党是绿共的话 其实你内心不也就是证实了 共产党是不好的吗 如果共产党是好的 你为什么要说民进党不好的是绿色共产党 所以从字面意思来说 共产党就是个不好的东西 所以民进党不好 那他就是绿色的共产党 对吧 这一切都证实了 文字都证实了 所以我劝这些小粉 就是赶紧把这个逻辑学一学 这些小粉经常跑我频道来留言 我建议你 就是从头到尾把我的视频看一看 慢慢接受我的洗脑 就是我的洗脑跟共产党不一样的 我至少是有理有据的 我的所谓的洗脑呢 是让你能够成长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做一个清醒的中国人 那有些小粉呢 过去看了我频道也确实那个醒了 所以说营幕前的小粉啊 我建议你就是要从头认真的去看 然后最好拿一个笔记本 把重点的抄下来 那蔡老师的频道会员呢 到最近才开通 也是为了想要跟大家娱乐一下 然后我也想尽办法把价格压到最低 它的下限只有15台币 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加进来 我就为了娱乐一下 我会放一些比较好玩的影片到会员专区 那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强国暖心的贴图 也蛮好笑的 大家可以在留言中 鼓励大家使用强国的贴图 毕竟小粉如果看到肯定是非常生气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欢迎在影片的说明栏点击那个链接加入 谢谢拜拜